两米十四王志志娶大三岁妻子,儿子入中国国籍,夫妻风雨同舟,说到中国篮球场上的移动长城相信对于球迷来说并不陌生,王志志和姚明、蒙特巴特尔三个,就被称为篮球场上的移动长城,从小出生在篮球师家的王志志,完全遗传了父母的篮球基因, 在他八岁的时候身高就达到了一米六,十五岁的王志志身高达到了两米零六,一九九一年王志志加盟了八一男子篮球队,一九九四年,十七岁的王志志入选中国男子篮球队,成为中国男篮史上最年轻的国手,作为一个时代的技艺,王志志、姚明、蒙特巴特尔都已经退役,并且都已经成家,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确实飞快, 姚明娶了同为运动员的业力,如今也育有一女,而巴特尔也跟大自己十岁的德明结婚,至于王志志也娶了大自己三岁的女强人宋阳,虽然宋阳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不过对于王志志来说,宋阳除了是一个妻子以外,还是一个贤内助,对于王志志宋阳,从来都是不离不弃风雨同舟, 2004年王志志的儿子在美国出生,众所周知很多的运动员的下一代,都入了外国国籍,而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,都可以直接获得美国国籍,不过王志志却并没有给儿子选择美国国籍,而是入了中国国籍, 2002年远在美国的王志志因为不归事件,被中国籍协开除国家南兰,对于王志志来说,这次事件的打击很大,作为妻子的宋阳,则在一直鼓励着丈夫,2006年4月9日,王志志在国家南兰领队匡鲁斌陪同下,从洛杉矶成绩返回北京,如今的王志志也已经退役, 这些曾经作为中国篮坛的代表性人物,虽然不再为国出战,不过他们的下一代如果遗传了父母的基因,对于中国篮球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,期待王志志的儿子,未来可以比父亲更出色。